關於MCs t-t-test要講的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繼續講上個禮拜講的 マ紛等於某一個書 這件事 要做這個測試 上個禮拜我們教到要怎麼樣測試他呢 用Z Z的時候你還記得那個公式嗎 怎麼樣的 Y bar 剪掉這個B0 Z根號2根號 OK 那這樣的一個Z的公司的時候 我們說在做的時候有一個assentience 大家很忍耐的 很受不了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什麼 Sigma要已知對不對 那這個Sigma是族群的Promissor 那族群的Promissor怎麼可能已知呢 這件事情 我們說我們這個禮拜要來把它解決掉 是不是 好 那麼 現在要解決的是怎麼樣 你Sigma假若是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手頭上可以出來了 我們的樣本可以得到的是什麼樣的東西 可以來代表這個Sigma S 好 我們可以有的是用S要來代替這個Sigma 對不對 所以呢 假如我們把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叫做Z的時候 這邊的Sigma改成為 用S來代替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什麼樣呢 好 把這個式子切一下 變成什麼 Y bar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是 統計變成P 就這麼簡單而已 了解嗎 也就是說呢 你族群的這個Sigma 在這邊 是叫做 假如用這樣的一個式子 叫做Z 這個Distribution 那把這個Sigma呢 改換成為S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個 T-Distribution 那它用T-Distribution 來做的測驗 就叫做T-Test 了解嗎 好 所以其實是延續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而且觀念也很清楚 那上個禮拜已經講的 就是說它的Test就七個步驟 所以這個禮拜 其實就是把這個Z 變成T的Equal 那七個步驟就是這樣子延續下來 所以它的落法非常的相向 那你上個禮拜學會了的話 這個禮拜可能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 那所以呢 我再把這個T-Distribution的意義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叫做T-Distribution 假設我們有一個圖群 在這裡 它裡面的觀測值 Y到YN 它的平均值 這個T-Distribution 那這個N-Distribution 就是這個N-N的量分 這個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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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樣本我們就可以求一個詞 叫做y bar減掉這個mu 上什麼? 根號n分之s 可以做出這樣的詞嗎? 假如這個mu就是這個mu的話 我們可以做算一個這樣的詞 這樣的一個詞的時候 我們把它定它做t 叫它做t 重複的規環取樣 再取另外一個樣本 它的樣本的各處一樣叫做n 然後一樣這麼多的觀測值 對這個樣本而言 你也可以算一個y bar和一個s乳 bar出來 然後呢 對這個樣本而言 就照樣的給它做一個 這樣的一個處理出來 叫它做t 好 重複這樣子 端的做 把所有可能的樣本都取出來 所以每一個樣本都可以求一個這樣的一個數字叫做t 把所有可能的這個t值呢 你把它集合起來 集合起來的時候 然後把它畫成平度分布表 它的平度分布 平度分布是怎麼樣 你把它的橫軸都是T值從小抬到大 它就是會像這樣 我的這個橫軸呢 越左邊是越小的值 越右邊越大的值 這是它的t值 然後它的動軸就是什麼 它的t的這個平度分布 把它做起來的時候呢 畫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會成為一個理論的t分布 理論的t分布 好 理論的t分布 是怎麼樣的一個理論的t分布呢 它有一個式子在這邊 你看 我們把它寫出來 這個式子是這樣 好 好 這個就是理論的t分布 那這裡面的理論的t分布呢 你看到有這個怪怪的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叫做αλ 其實就是我們的Degree of Freedom 也就是呢 我們取得Sample Size等於N 對不對 那這個αλ 其實就是什麼 N-E Degree of Freedom 是N-E的 也就是說呢 對每一個t distribution而言 你的Degree of Freedom不一樣 或是你的Sample Size不一樣的時候 就有一條t的這個頻度分布表出來 你看看這邊的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怪怪的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Gamma function 這個 二分之αλ 或者是這個 二分之αλ 加一 這個都是Gamma function 這個Gamma function 這個Gamma function 你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但是呢 我們並沒有要你去背這個東西 這個Gamma function 這個Gamma function 這個Gamma function 如果P是一個整數的時候,它就變成這樣 其實在這女的的時候,我們也不會要你直接去算這一個比本性 你知道它是怎麼一回事就好了 但是你要了解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像這樣的一個式子的時候,我只要給它一個,你不要可以的 它就決定了一條的旗,剩下來的就是我的旗 我的旗的旗子從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帶進去的時候就有一條FT出來,就是這個理論的FT 就是這樣,可以嗎? 好,所以呢,你這樣理論的FT的時候呢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呢? T的分部有什麼特性? T的分部有什麼特性? 是一個,它的平均值是0 在這裡 平均值是0 而且呢,它是兩側對稱的 所謂平均值是0 就是ET是0 T的期望值是0 它是兩側對稱的 它的值呢,也是一樣 從素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講到這裡的時候,跟什麼? 跟Z都一樣,對不對? 跟Z的體積與體積都一樣 OK 所以呢,它的值呢 是從多少 不無窮大到正無窮大 就是這個數字 了解 那它跟T不一樣的是什麼東西呢? 它的variance 它的variance 是怎麼樣? 是大於等於1 那什麼時候會等於1呢? M很大 噢! 很有概念 N很大的的時候 為什麼N很大的的時候 為什麼N很大的的時候 它的variance 就會等於1 那為什麼? 好 我們還是回來看這個 這題的的話 是怎麼樣? 分號N分之S 揮法-E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的Z是什麼樣子? 兩個比比看啊 擺在一起 比比看 Z是什麼樣子? Y-bar 點掉 分號N分之S 兩個比比看啊 N很大的的時候 就什麼? N很大的的時候 它無窮大的的時候 我的什麼? S 就什麼? N很大的 N很大的時候 就變成什麼? N-N 跟N-E 是一樣啊 變成什麼? 了解嗎? 所以 當我們 N很大的時候呢 它不僅variance 變成1 而且是怎麼樣的? T會變成什麼樣子? N很大的時候 我們的T 就變接近於什麼? Z了 可以嗎? 等一下 我們在查表的時候 就在同組的 跟你加強的那個代點 讓你看一下 當N很大的時候 T的表 其實 的值 就等於Z的值 一樣的 所以呢 假如我們 Virus在這邊看了的時候 那時候呢 是怎麼樣子 假如有一條 這個 這個線 跟有另外一條 這樣的線 這個時候 好 假如有這兩個 我說 有一條是T 一條是Z 有一條是 紅的線 跟一條白的這個 頻度分布 這兩個都是Mail線 對不對? 像中的形狀 然後呢 也都平均值是0 從兩側對稱 然後從無窮大到這 無窮大 那假如我問你說 這裡面呢 這兩個 分布裡面 有一個是Z 有一個是T 你認為哪一個是Z 紅色的是Z 還是白色的是Z呢? 哪一個? 紅色的人舉手 紅色是Z的人舉手 太可舉手 有一半 那白色是Z的人舉手 那白色是Z的人舉手 有幾個同學 說白色是Z的同學 為什麼 你認為白色是Z 要不要講一下 為什麼你認為白色是Z 紅色三四幾 紅色三四幾 為什麼? 你的紅色的曲線 那些人舉手 越大了 距離 越接近白色 紅色的 紅色的 越怎麼樣 越搭 就是拍的那個 形狀越 越進去白色 好 謝謝你 那個 這兩個 畫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要去想 這兩條曲線裡面 哪一條的Variant 比較小 哪一個Variant 比較小 紅色的比較小 對不對 剛剛是不是談過了 T的Variant 是大於等一 所以T的Variant一定是什麼 這個一是誰 一是Variant Z的Variant 是不是E 是不是 所以紅色的 這個T的分部 一定是怎麼樣 變異是V Z 來的大的 什麼時候會趨近於Z呢 當我的N 越來越大的時候 才會越趨近於Z 你這樣了解嗎 可以吧 所以要把它變成 這種觀念 這種 這種 數學學 要變成你的觀念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假如這兩條裡面 有一條是Z 一條是T的話 應該是這一條是Z 這一條是T 為什麼 因為這個Variant 是比較大的 這樣了解嗎 可以吧 可以吧 好 那麼 所以呢 這就是T的特質 然後跟Z的比較 講完了這個呢 我們只要再 教一下這個 T的表 怎麼樣長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一看 T的表 請大家把書拿出來 第388 383頁的副表 它叫做 Students T的副表 340頁 340頁 440頁 440頁 我們版本 我的副表 4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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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頁 這就是T的分布 那 T的分布 一樣 跟那個Z的話 我們要練習一下它的查表 好 你看到它上面 寫的這樣 對不對 T 那這邊 打了 這樣子的符號 你可以做的是什麼 在這個表上 這個中間的數字是0 它沒有寫出來 但是它放的兩個尾巴 實際上這個表裡面的數字 是指著右邊的這一點的體質 怎麼樣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在這個T表上面 它的橫軸有什麼東西 一個one tail 一個to tail 對不對 你看 橫軸上這邊寫了很多 其中有一個是什麼 0.05 to tail的時候是0.10 這個呢 0.025 0.05 0.01 5.02 5.0 5.0 5.010 等等 一直到後面去 那這幾個呢 請你特別注意它 也就是說我平常比較容易看到的 這個東西就是什麼 上面的這些值 就是我們的 alpha 記得嗎 我們的這個 這個 significance nable alpha 是 是 那是什麼東西 當 alpha 0.05 的時候 是在一個尾巴的時候 到這裡 alpha 是0.05 兩個尾巴的時候 到這邊 到這個值 知道嗎 alpha 是0.01 的時候 兩個尾巴 到這個值 alpha 是0.01 是在一個尾巴的時候 找這個值 了解 那 它的這個 color 裡面的是什麼 equal of freedom 怎麼樣 從一、二 一直下來 一直到隔壁的一頁 還有什麼 到窮大 最大的一個值 對不對 對 那裡面的這個數值 是什麼 裡面的這個 這個 盒子裡面的數值 就是我們的 棋子 哪邊的梯子呢 指著 這邊的梯子 這一點的梯子 那這個就是 我們的 alpha 了解嗎 就是我們的 alpha 就是這裡 這裡是我們的 alpha OK 那它是兩側對稱的 所以你假如要做這邊呢 只要變成四等 就好了 譬如說 譬如說 這邊是2.58的話 那跟它相對的 這個 這個 2.58 因爲什麼 是梯子兩側對稱 所以它沒有給你這邊的數值 只有給你這邊的數值 那給的這個梯子 是正一點的值 是正的值 好 我們來練習一下 請你看一下 請你看一下 Degree of Freedom 等於1的的時候 Degree of Freedom 等於1的的時候 Degree of Freedom 這一個 拿化的值是 兩個尾巴 0.05的的時候 拿化0.05 而且是兩個尾巴 這表示說什麼 這一個值跟這一個值 兩個尾巴的這個機率 加起來是0.05 所以一邊是多少 只有一邊的話 是多少 0.025 所以兩個尾巴0.05 相當於一個尾巴0.025 是一樣的數值 那請大家查一下 這個值是多少 看得出來嗎 看得出來嗎 多少 多少 12.71 好 那我們繼續查 Degree of Freedom 是10的時候 是多少 這個數值是多少 這個數值是多少 2.228 那麼Degree of Freedom 是25的時候 是多少 2.060 還有繼續往下 有沒有查被 還有繼續往下 穿搭另外一頁 Degree of Freedom 還有繼續往下 是100的時候 這個數值是多少 1.984 然後呢 飛下來 Degree of Freedom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無窮大的時候 T值是多少 1.96 那麼 這個數字看起來 有沒有很熟悉 又很可愛的樣子 蛤 那是什麼 等於Z的的時候 還記得我們 上個禮拜 一直講 這個Z的的時候 它怎麼樣子 兩個尾巴 加起來 是0.05 也就是說 每一個尾巴 0.025 這個Z值是多少 1.96 這邊呢 1.96 記得嗎 所以是什麼 當我的T 1的N 變成無窮大的的時候 就變成個Z 可以嗎 在這邊 再次跟大家應徵一下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 其實最常用的就是這幾個 0.05 是一個尾巴 0.05 兩個尾巴的時候 查這一行 0.01 是一個尾巴的時候 查這一行 可以是這樣子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幾個 卡畫的字 OK 可以吧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 這個T 你看到這個表上 寫的是什麼 寫了一個名字叫做什麼 Students T Distribution 對不對 它加了一個 前面 加了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形容 叫做 Students T 怎麼以為是 它的歷史 有一個好玩 也就是說 在1918年的時候 有一個人 叫做 Wilham City Gosset 這個人 他就發表了 這個 有關於T的 這樣的一個 Distribution 那他那個時候 用了一個 筆名 叫什麼筆名呢 很謙虛的 叫做 Students 他就用了這樣的一個筆名 發表 但是發表了一套 也沒有什麼 很多的迴響 到1924年的時候 有一個大師 叫Fischer 再把它 再拿出來 重新呢 再檢討 然後 再討論 所以呢 他這個時候呢 就把這個T 叫做 Students 的 T 了解嗎 所以 Students 原來那個人 他提出來了 Sigma 換成 S的以後 就被T test 有七個步驟 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舉一個例子 然後呢 照樣做下來 就是 就是 學會了 好 這個例子 是什麼 假設 你是一個藥 藥學家 開發出了藥 那 你在實驗室裡面 開發了一種新的藥 是對於 你想說 它是不是對血壓 會有影響呢 OK 那這個 你想要測試 就是說 對 對血壓 是不是有影響呢 所以呢 它就怎麼樣呢 是要 要試試看的 之後 那 他想知道的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族群的 Promitor Promitor 是什麼 我想要知道說 假如我這個藥 去用的話 用在所有的人的 身上的時候 血壓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改變呢 那現在怎麼辦呢 那 我就從 這些所有的人的 這個族群裡面 我取了一些人出來做實驗 他取了幾個人呢 取了十個人 他找了十個人來做實驗 那這十個人呢 他的數字是什麼 這個是血壓的改變 什麼叫做血壓的改變 他做的是怎麼樣 那 你知道 每一個人的血壓都不太一樣 但是呢 血壓有沒有改變的話 就跟自己來比 所以呢 他做的這十個人呢 一開始的時候 就給他 兩一下這個血壓 有十個人 N等於十的 這個血壓 原來的血壓是 Y1 Y2 這樣子 有十個血壓 然後他就給他吃這個藥 那吃藥了以後呢 十五分鐘以後 每一個人再來量血壓 OK 這個吃藥前的 然後吃藥以後的血壓 OK Y1 Y2 好 十個血壓 那血壓有沒有改變 你知道嗎 好 我用吃藥後減掉 吃藥前的 吃藥後減掉 吃藥前的 叫做血壓的改變 了解嗎 假若這個藥對血壓沒有影響的話 當然你會期望說是怎麼樣 吃藥後跟吃藥前的血壓是一樣的 了解嗎 所以我就用了 這兩個來相解 所以就用一個 這些數值出來了 十個數值 那這邊叫做血壓的改變 十個數值 然後呢 所以 我們想要taste的是什麼 還是0 我們想要taste的是什麼 這個樣 對於血壓的改變 所以mu的指是什麼 所以所有的人的這個血壓的改變 是不是等於0呢 所以這個mu是血壓的改變 好 我們的七個步驟 第一步 開始 mu是什麼 對於這個圖群來講 所有的人 他血壓的改變 是不是等於0呢 假如等於0的話 就表示什麼 血壓是沒有改變的 好 第二步 HA 你要設什麼 mu怎麼樣 有三個可能可以設 對不對 不等於0 大於0 或小於0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 目的的話 要設成怎麼樣 不等於0 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講 什麼 他是不是一個降血壓的藥 還是一個生血壓的藥 對不對 假如我說 嘿 我 出來的 我做的這種藥呢 我想要知道 他是不是一個降血壓的藥 降血壓的藥 的時候 那你HA就要 射成不一樣 對不對 射成什麼 一定有方向性的 你知道嗎 但是怎麼樣 到底是大於0 還是小於0 假如我說 他是 想要知道 他是不是一個降血壓的藥 降血壓的話 一定是怎麼樣 腳以 吃藥以後 吃藥以前的 要怎麼樣 要 要 要小的的話 才是降血壓 吃藥以後 比吃藥以前 要 血壓要低 才是降血壓 所以他的 Mu應該是怎麼樣 小於0 你看看 這個邏輯要把它抵清 但是我們這一題呢 我們沒有講 他到底是降血壓 還是生血壓的藥 我們只是想知道 他對血壓 是不是有影響 所以這個HA怎麼辦 沒有方向性的 放不等於 在這邊 第三個 三選擇 原來我們在Z的時候 有三個三選擇 對不對 現在只剩下兩個了 為什麼 第三個 那個Sigma 已知的問題 我們已經解決了 已經不需要了 對不對 會剩下兩個 哪兩個呢 第一個 什麼是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東西是Normal Distribution 血壓的改變 是Normal Distribution OK 自己把它寫出來 血壓的改變 血壓的變化 第二個呢 誰是Random Sample 我所抽出來的這個樣本 十個樣本 是一個Random Sampl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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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四個 我們的HA RHA 等於多少 看看我們這一組色的RHA 是多少 好 假設我們的RHA是0.01 好 第五個 我們要做什麼 要找它的Critical Region 準備 Critical Region的時候 然後呢 你這時候就要想 咦 我們這時候已經不是用Z了 對不對 我們用T 那用T的時候 馬上要想到什麼 它有Degree of Freedom嗎 真是 跟Z不一樣的一點 T有Degree of Freedom 那T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N-1 所以我們的N有幾個 十個 的時候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等於多少 9 為什麼 因為它是 N-1 我們的N是10 所以Degree of Freedom 就是9 OK 把它畫出來 的時候 我們要先想 我們是用T來做 它的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 9的 然後呢 照著前面的Z的 之後 是一樣的想法 什麼東西來決定 Critical Region呢 什麼東西 馬法 還有呢 Unterative Hypothesis 到底有沒有方向性 OK 這兩個 來決定 我們的Critical Region 好 所以呢 馬法是0.01 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要把這0.01 放在兩個尾巴 OK 所以 每一個尾巴的話 0.01 分在兩個尾巴 所以 每一個尾巴的 機率是多少 0.005 0.005 所以呢 開始 查表 請你查 你不用Critical Region 9 這邊是0.01 這個機率 出來是多少 抬一下 多少 大聲一點 3.25 對不對 然後這個數值 就是多少 嗯 這是什麼時候多少 這個 負的3.25 對不對 因為 是跟它 是對稱的 所以 這邊是正 所以 數值 是一樣的 所以 Critical Region 在哪裡 假如我們等下 做出來的 T值大於3.25 或者是 T值小於 負3.25 的時候 我們就會怎麼樣 就會拒絕 HP接受 那 假若呢 所以 這裡是 Critical Region 對不對 然後這中間是什麼 假如我的T值 落在這個 之間的的時候 負3.25 到3.25 之間的的時候 那麼 我就會 接受 接受 H0值的意思 這樣 瞭解嗎 好 把這個做出來了以後 第六步 我們要做什麼呢 我們就用 我們手頭上 所拿到的 這 十個樣本的數據 來算出 它的氣質 十個樣本的數據 我們手頭上有這個樣本 對不對 它的數據呢 它是 這十個數據呢 我把它寫在這裡 好 好 這個是什麼 每一個人的 吃掉以後的血壓前 吃掉以前的血壓的值 好 總共有十個值 一二三四五六十三 十個人的數值 那这十个数字呢,就可以算这些雪茄变化的平均值的Rain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它的Y bar是多少? 这十个数字算出来的Y bar是0.8 它的S平方呢,叫做9.07 所以呢,它的S是多少? 你把S平方开根号与正的值得的话,就得到叫做3.01 好,所以第六步,我要来算这个T值,对不对? 我的T值是什么呢? 照公式来,我的Y bar减掉族群的平均值 那族群的平均值,我现在是要假设说 要测试的是这个μ是不是等于0 所以族群的平均值μ是不是等于0 这里就放1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好了 μ根号N分之S 所以呢,先把公式写出来 所以你带的时候就不会错 所以这个Y bar是多少? 这是我的0.8 因为这个公式写出来的这个μ就是我想要测试的这个μ0 是不是等于0呢? 是不是有读群的平均值等于0呢? 这样子的读群来了 跟号N是多少? 样本的数值叫N 所以来跟号10 S呢,我們算出來3.71 得出來的T值是多少呢? 我們要算出來,要做的是0.84 六個做完了,第七個,下結論 結論是怎麼樣? 我的T值是0.84 落在這個 Degree of Freedom是9的 自己寫,太長了,我不寫 T值是0.84 落在Degree of Freedom等於9的 這樣的T distribution的哪裡? 0.84落在哪裡? 這個是T的數值 中間是0 然後,往右數值越大 往左數值越小 所以,0.84落在哪裡? 在這裡 對,它比3.25小,比大 所以,這個就是0.84 落的位置 所以,0.84 落在Degree of Freedom 是9的 T分佈的 接受了什麼? 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就怎麼樣聲稱呢? 我下結論就說 我接受了H0 說,mu等於0 那,mu等於0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這一個藥對血壓的改變沒有影響 還沒有結束對不對? 後面還有,要談的是什麼? 我了解 我有可能犯T2R 才結束 了解嗎? 可以啊 後面的那個 T1R,T2R 不要忘了把它寫上去 就這樣 所以,就結束了 所以,我就接受了 接受了H0 或 mu等於0 然後呢 最後 這個 T2R 不要忘了 寫上去 那T2R的時候 有沒有 機率 可談? 沒有 因為T2R的機率 是到的 所以 就不要寫出機率來 好,就這樣 七個步驟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